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前幾天由中國網軍發動的中泰網絡大戰 由於小粉紅戰力太低的關係 就不敵泰國網民那種泰式幽默 於是乎一班傢伙就殺雨而歸 敗興而會 有些小粉紅仍然是不甘心的 於是在過去幾天 仍然有人走去泰國方面作出挑釁 直到昨晚有官媒出來正式喝停這班小粉紅 不准他們再參加這個網戰 這份官媒就叫做參考消息 1932年就創刊 歷史相當悠久 就是隸屬於新華社 到底這份參考消息發表了一條什麼微博貼文 會令到那班小粉紅看完以後生氣 原來他們採用了一種 先揚後益的方法 首先是報掌這班小粉紅 參與這場中泰網絡大戰 對他們的戰績予以肯定 這篇文章是這麼寫的 說維護一個中國原則是無可口非的 這是中國民間樸素的愛國主義者 成為在網絡上的延伸 很喜歡延伸 好像那些景棍 近年以來 在多喜涉及國家主權 領土完整等大是大非的問題上 很多年輕人都衝在網絡的第一線 以實際行動表達 權權愛國之心 這次對泰國男星和她的網紅女友的星徒 亦都當熟此裂 應該是予以肯定的 那些小粉紅看完以後 似乎自己被人複羊 飄飄然 看到 美智一路看下去 斷斷都是有骨的 其次就是 對於泰國個別男星的行為 大可以就事論事 在狠狠給予她教訓的同時 亦都不必擴大化 動一點就打擊一大片的人 變成群起而攻泰 更加是大可不必 正如有媒體指出的 因為某些客觀的原因 你指以所有外國人 都好像我們這樣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狀 顯然就並不現實 有些關於中國政治的基本常識 還需要通過我們不斷努力地潤密勢無聲 是要予以改變的 那就不是說我們容忍他們犯錯 該糾正的我們都要糾正 只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必針對對方 所在地區的所有人都打入敵方的陣營 根本就是告訴你 你們這班小粉紅的策略是錯了 你只能針對那個男星來批判 只能針對他的網紅女友 只限於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以外的所有泰國人 你這樣去批判人家 攻擊人家 就是大錯特錯了 現在就首先刮了這班小粉紅一巴 當然是看得不甘心 大佬你肯定我的戰績 現在又趕我轉頭 好了這篇就繼續說了 說我們需要做的是團結一切可團結的人 大是大非面前 堅持原則 更加要講究方式方法 實情黃絲的陣營就應該要參考這一套 不分化不割蓆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要謹守這些原則才行 因為藍絲 一定是會團結一切可團結的人 金若元在黃絲陣營裏 有些人專門搞分化 我們唯有就是不要理他 一定要團結才有機會勝利 好了這篇第三點就說了 就說了 這次論戰當中出現了一些微妙的現象 有人就夾帶師傅從中挑撥離間 應該要引起中泰網民警惕 比如說某些亂港份子更加是一日之內連發多條的文章 極盡挑撥之能事 惡意升級矛盾 並且夾帶師傅挑撥中泰關係 兩國網民都應該要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千萬不要被利用 還要興奮不已 真好笑 首先泰國的網民一直的頭腦都保持著非常清醒 不清醒那班是中國網軍和小粉紅 還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這樣走去說 叫小粉紅千萬不要被人利用 你現在被人利用了 你以為參戰是很威水 又激到他們彈起了 這篇最後就說了 凝聚民意的互聯網 有時都會因為情緒化而撕裂民意 令到誤解加深 而化解誤解的唯一方式就是保持冷靜 無論在國家層面或民間交往上 中泰兩國都有著深厚的傳統友誼 憤怒之前 應該先擦亮眼睛 一邊堅決維護國家的利益 一邊用智慧來辨明真相 在變態壞人的同時 亦都要更多地 將支持我們的人 團結在一起 根本上 告訴你 你們這些傢伙去搞網戰 就是做錯了 為什麼 因為連中國網絡的主流民意都逆轉了 連主流微博網民 朋友圈的網民 都覺得你們這些小粉紅 是刁人厭眼 那麼多人去參加這個網戰 竟然是大敗而回 竟然是不敵人家的泰國網民 實際那些泰國網民真的很厲害 無論那班中國小粉紅 批評什麼都好 他們總能夠用一些泰式的幽默 去四兩撥千斤 搞到那班小粉紅 就面紅以赤 比如說那些小粉紅 他們就很喜歡這個大一統的思維 慢慢說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你巴提雅遲早就不是 然後那些泰國網民就說 巴提雅也是我們泰國的一部分 不過我們去巴提雅 就不用拿簽證 這樣又激到彈起了 然後那些中國小粉紅又說 你們的皇帝 好ugry 然後那些泰國人就說 Your poor is cute 又激到他們不知道怎麼回答 對不對 說得明你那隻為你 就好可愛 那你怎麼回答 對不對 待會回答不好 分分鐘更乾犯 這個沉印之事罪 要行政拘留十四天 所以就唯有不斷地洗版 不斷說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那哪有好玩的 好了 然後又説人家 你那些泰國食物很難吃 然後泰國網民就說 當然 當然我們那些泰國食物都不是你那類型 你是吃蝙蝠的 那你又沒得出聲 所以這班傢伙 根本水平就太低了 就應該去鍛鍊一下幽默感 起碼說話都好笑一點 就不是自己走出來 你自身是笑死人 那就無謂了 好了 接著我們又說下一件事 就是關於澳洲的總理莫里森 他加入了譴責世衛組織的行列 到底他說什麼呢 他說 喂 中國的野美市場又固態伏盟 重開了 為什麼這些世衛組織是坐視不理的 莫里森就說 對此是難以理解的 我們需要保護全世界 要對付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野美市場就不能夠重開 至於澳洲的衛生部長亨特 亦都是和應莫里森的言論 他就說 擔心中國的野美市場重開 可能會造成更多的風險 面對著這個議題 他就說 可以想像世界上大多數人 都是跟他們有相近的想法 但是就可能跟某一些國際的組織立場不同 很明顯就是串緊這個 世衛組織 至於世衛有什麼回應 疑依噩噩 他們就不說明世衛組織建議 中國必須關閉野美市場 只是說 這是給全世界的建議 給全世界的建議是什麼意思呢 實情現在只有中國重開這個野美市場 你說清說錯 是不是中國就變成佛地摩 在這個建議當中 不能夠針對中國提出任何的建議 世衛組織就已經處處圍著中國著想 以中國為中心 原來還這麼忌憚中國 提過普通的建議都不行 那你還有什麼存在價值呢 難怪這個白宮的貿易顧問 Pieter Navarro就說 按照白宮的計算 其實在聯合國的15個內部機構當中 包括世衛組織是其中一個 中國直接控制或者是經代理人控制的 至少有五個 即是佔了三分之一 到底是哪個呢 我一起去計算 分別有 聯合國的糧食及農業組織 總幹事屈東玉 中國人 工業發展組織 總幹事李勇 中國人 聯合國國際電訊聯盟 秘書長趙口倫 中國人 國際民航組織秘書長 紐方也是中國人 另外還有加上世衛組織 總幹事譚德塞 五個 還沒計算另外兩個組織 分別就是 萬國郵政聯盟的秘書長 就是肯瓦人 國際農業發展基金總裁 就是多哥人 這兩個非洲國家 分別都是一帶一路國家 中國在當地投資了很多錢 到底這兩個組織是不是 中國的代理人 不清楚 反正這個萬國郵政聯盟 上年就已經被特朗普搞定了 改革成功了 那就不用理他 另外那個國際農業發展基金 暫時就未查到什麼消息 反正中國 直接控制 或者經代理人控制 就三分之一 現在就搞到一鍋足 所以特朗普 無論是削資 令起勞造也好 都是沒問題 做得對 但是英國的首相約翰遜 真是傻奸奸 特朗普總統都說美國納稅人的錢 不應該拿來資助的 專門為中國利益服務的組織 竟然約翰遜就說 要捐出兩億英鎊給世衛組織 錢多也不是這樣用 是不是 削了這傢伙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